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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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席 多謝高天次議員 首先對於不久前 在我們公務員隊伍發生的悲劇 我真的感到很心痛 亦都很遺憾 雖然是很個別的事件 但亦都是 正如閣下所講 提醒了我們更要關心 我們公務員的生活 工作和情緒 怎樣能夠減輕壓力 避免類似的事 再發生 這個我很好認同 大家剛才所講的 這個立場 我們亦會在這方面 加大我們的工作量 配置人員 來做好 在明年我們將會 在完成這個特別職程的修訂 全面檢討一般職程的設置 我相信在這個檢討裏面 會特別關心到 基層公務員 這也是我們很需要關心的 基層公務員 在施政報告的工作過程之中 我們亦都接觸很多的公務員團體 很多的公務員 特別是基層的 提出了一系列的訴求 我們在明年的全面檢討一般職程設置裏面 是會深入地去研究 來特別去關心好 因為有很多的問題提出 是關心到他們本人和家庭 而特別是跟現在 因為現在的社會 通脹比較高 生活壓力比較大 對他們來說 負擔比較重 從我的接觸裏面 希望能夠得到改善 作為政府 希望能夠提供到好的保障給他們 讓他們能夠安心去工作 亦都對他們和家庭 是產生更好的關係 這個我們是收得到這個訊息 亦都很明白 所以 跟陳凱凡司長商量 我們明年在全面檢討一般職程的時候 一定會特別關心 特別剛才提到這幾點 問責方面 我們明年 決定全面引入第三方的評鑑 對於整年的工作計劃 有沒有預期達到目標 以及在第三方客觀的評鑑裏面 我相信能夠更體現 令到主管級的官員 是否做得到他們的工作目標 和工作表現 會進一步在問責方面加強 多謝主席 梁榮仔議員 請問責任 請問責任